打死诚意也绝对想不到 他在跑男中所受的委屈 被何总几句话轻松抹平 都怪诚意 当时诚意受邀参加跑男 因为他本就是一个新人 外加很少参加综艺节目 导致他在玩游戏时 根本就没有听清规则 最终输掉了比赛 这本是一件平平无常的事情 但谁知导演却将责任 都直接推在了诚意身上 于是便有了开头内幕 而且更让诚意没想到的是 因为他本就慢热的性格 导致他遭受了大家的吐槽 其实这也不是诚意 第一次在跑男上遭受委屈了 在很早之前 他还曾被精进嫌弃过 理由也是听不懂游戏规则 也正是因为如此 诚意再也没有参加过 任何真人秀节目的录制 但诚意万万想不到 他所遭受的委屈 却被何总几句话 就给轻易抹平了 在参加你好星期六时 何总不仅处处维护诚意 而且还会竭尽全力地 为其讲解规则 不要怪诚意 因为有这种游戏 对不对 护克船长 对不对 你来我往 对不对 刚刚我们都是要热一下场 没有刚才诚意 只是试一下麦克风 之后诚意不小心拿错话筒后 也是何总第一时间 发现为其找补 他说挺对的 刚才那一下 他说得很好 但是他也没关系 他有真真秀卖 对 他不算错 而且在跨年晚会活动中 当诚意接下来要表演时 早早调好威亚 在台上候场了 而身为主持人的何炯 也是多次抬头网上看 十分心疼诚意 不得不说 何炯真的是太暖心了 其实除了诚意之外 还有李现 也曾感受过何炯的温暖 当年李现 因为被传出手打人事件 遭到了公司的血仓 事业也因此跌落谷底 好不容易复出之后 参加了跑男的录制 但谁知 导演不仅没有给他多少镜头 尴尬的李现 只能在一旁陪笑 但在录制快本时 何炯却给了李现 展现自己的机会 为了不遮挡他 甚至还主动为其单膝跪地 举着话筒 由此可见 不红在娱乐圈究竟有多惨 对于这一点 诚意也十分有发言权 要不是袁永怡的这句话 没人会知道 诚意在不红前 究竟遭受了多大的委屈 我觉得你很闷 问你话呢 你都很 有一个好像想好的答案 你能不能说一下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 你的顾虑 你的害怕 你的恐惧 到底是什么 真心话 诚意 诚意吐露心扉的一幕 发生在综艺一年级节目现场 当时所有人都十分心疼 他的遭遇 但或许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这还只是诚意经历过的 冰山一角罢了 2016年 在某热播剧的发布会现场 因为咖位太小 诚意不仅被忽略 而且还沦为边缘人物 好在赵丽永及时发现 拉着他一起切蛋糕 这才有了露脸的机会 而且在新剧开机仪式上 身为男主的他在发红包的环节中 也直接被工作人员忽略 甚至就算是在片场里受伤 工作人员也会当没看见一样 这些遭遇让诚意变得十分内向且自卑 所以那些年 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是 没事别抱怨 多做事永不会出错 他也不想放弃演员之路 所以努力提升演技 只为用演技以及作品来证明自己 如今的诚意也终于做到了 凭借一部莲花楼成功爆火全网 成为一线顶流明星 再也没有人敢忽视他了 其实在娱乐圈中 这种现象很常见 不管是新人还是爆火的明星 都曾受过打压的资本 就连如今爆火的王一博也是如此 但他们却凭借自己的坚持 成功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可见坚持就是胜利 如今的诚意也是如此 不仅在娱乐圈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而且他与杨子的感情 也是让很多CP粉们都直呼磕道了 杨子究竟有何本事 让诚意给予特别的感情 父母一句话道出真相 后来我家里那个群也发给我 说儿子啊 或者说 你怎么是现场这么欢乐干嘛 但其实也是大家因为很熟了嘛 所以很快乐 大家其实拍戏很快乐 蛮开心的 万万没想到 剧中以冷冰冰著称的诚意 在遇到杨子之后 竟变成了一个显眼包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 诚意在群内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那就是从不与女主炒CP 也不进行任何的甜蜜互动 但面对杨子就不同了 不仅会主动撒娇 而且还会盯着杨子看 嘴角的微笑都藏不住了 甚至当拍杨子压在诚意身上的戏份时 诚意不仅没有回避 而且还手都已经随时随地准备好了搂腰 而反观与张雨昕拍亲密戏时 诚意表情十分冷酷 完全是被迫上线的即视感 给人一种赶紧完事拉倒算了 不得不说 诚意这双标玩得真叫一个溜啊 其实除了拍戏之外 诚意与杨子私下互动也是好的让人羡慕 在直播连线时 诚意被杨子调侃后 还会害羞到忘了问题 那个杨子老师体会比较辛苦 他就是一体 你平时也不叫我杨子老师啊 对 这个 这个 那个礼貌 礼貌 对 那个 那个 林小斌你刚说了吗 我刚才说 刚才是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当年杨子之所以出演 陈湘如蟹 也是因为男主就是诚意 除此之外 当诚意被问到 如果在圈内想找人借钱的话 第一反应会找谁时 诚意连想都没想的 直接回答杨子 由此可见 二人在私下的关系究竟有多好